最近小黑发现,咱们家的小巨猫,也就是小花生同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 只要一听到打仗,或者一见到外猫,就特别的兴奋 别看年纪不大,他胆子是出奇的大 邻居家的黑猫警长来咱们家捡饭,他能追出去二里地 黑猫警长的年龄应该是和小花生差不多大 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猫咪,花生同学就从没有怂过 其实对于猫咪来讲,这已经非常厉害了 毕竟战斗的话,要童年龄的比较 但花生同学的战斗力还远不止于此 咱们来看邻居家的另一只成年大猫 这猫应该在两三岁的样子,年龄和刺头同学差不多大 而咱们家的花生同学才一岁,依然敢上手捶他 如果你以为花生同学只敢对这只大猫硬刚,那你就太小看他了 这只八个猫也是邻居家的,看年龄应该在四岁左右 看猫咪的年龄呢,主要看毛质 通常来讲,年龄越大的猫咪,毛质会越糙 这只八个猫的体型差不多是花生同学的三倍 我们仔细看,其实八个猫并没有太把花生同学当回事 而它的主要观察在于偷拍的人 咳咳,也就是我这个母后黑手 但即使如此,花生同学敢于正面硬刚 我觉得咱们也应该给花生同学鼓个掌了 说到这呢,小伙伴们可能会感觉 你家周围怎么这么多邻居家的猫,不会是你自己抓来的吧 但我要告诉咱们的小伙伴,这些猫不但是邻居家的 而且呢,还是同一户邻居家的 原来的邻里,邻居也都是这户邻居大妈家的 大妈家的猫,咱们要么收编,要么压制 所以小伙伴们经常说,邻居在给我养猫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花生同学很像猫妈妈的一点 就是她不但对外猫很凶,对外狗也很凶 猫妈妈年轻的时间呢,脾气暴躁 不但压制家里所有的猫,对狗也不放过 今天家里来了只太迪 猫妈妈直接扎毛,准备和这只狗子大战一场 狗子是另一户邻居家的,没怎么来过咱们家 一副不知所以无所谓的样子,在咱们家闲逛 完全没有把咱们家的猫咪放在眼里 但她不知道危险已经开始逼近 选黑以为猫妈妈会率先出场 教育这只不知高低深浅的狗子 但花生同学也发现了这只狗子 拱着腰,扎着毛就过去了 狗子一看这个气场,还没开始打就回溜溜的跑了 估计猫妈妈此时心想,终于后继有猫了 虽说不是自己牵伤的,但深得自己的真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